看起來是不是很便宜 但是啊我今天要打破這個迷失 它其實沒這麼便宜 因為啊我們沒有算進去電池更換的費用 哇賽這個超重的 哇 終於來了 4塊千酸電池 還沒進入主題啊 要跟大家分享 就像本路上講的 千酸電池啊 它根本就是垃圾 它的優點啊除了便宜之外啊 它缺點真的是一大堆 譬如說不耐用 笨重 那會買電動自行車的人啊 它應該是就是 可能媽媽要去買菜 或者是長輩在附近繞 比較不會這麼累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 你買了電動自行車 你每個月只要付電費大概幾十塊而已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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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把電池消耗算進去 簡單來講 這台車要買了一年之後啊 電池就換了 第一次去換的時候是 5,900電池 用不到11個月就換了 所以啊平均算一下 如果是拿6,000好了 所以我們除以11個月之後變成545 嚴格要說啊 它有沒有比加油便宜呢 它的充電的費用是非常少的 就拿我這個來講好了 我這一台是48伏特 所以是4塊12伏特的電池 如果充電10個小時的話 大概是一度電左右 這是網路查的資料 所以我不太懂它的怎麼算法 那我這一次就是不強調怎麼換 因為每個人都有它的專業 我怕我如果交錯的話 會影響大家的安全 還有一個啊就是有經驗的朋友啊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幹嘛就不換離電池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為什麼不換離電池呢 因為我不會 好 那電動自行車就在後面 大概給我拆完了 然後電池 其實也都還沒有 收到之後都還沒有 好好的仔細看一下 你看它裡面的樣子 好 裡面會有什麼 有螺絲 然後還有 它的說明書 這種的 超威啊 它真的是很威風 好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剛剛這一顆就是有拔起來的 給大家看過嘛 那其他三個是還沒拔 那我就是想要 就是換掉這四顆 好 它就把 坐墊 鑽回去 好 現在就把它牽在外面 歷史性的一刻 來看一下 拜託拜託 喔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喔 欸 51 好 來小試一下 來 吹油看看 欸可以耶 水喔 漂亮漂亮 欸 很不錯耶 好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剛剛啊 就是我大概騎一下 然後我覺得它的動能啊 跟它的電池的續航力都還OK 今天啊 換電池啊 其實就是為了省錢之外 其實我也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們用正確的充電方式 跟電池使用方式啊 我們就來觀察一下 看看能不能就是把電池的說明延長 好啦 我的期許就是18個月啦 就是一年半 希望它可以撐過那時候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下次見 掰 掰掰